欢迎收看武器新闻网 我是徐俊相带你挖真相 在中国轰炸机传出绕行台湾外海之后 现在传出辽宁号航母也来了 在这个背后我们今天就带您看到了 习大大的穷台武艦 来看看这支舰 挖脚科技业的人才 难不成他预告了2017 台湾的科技人才要大出走 大师写了吗 今天房市什么风呢 带您看到号称史上最难卖的 捷运供购宅美和市 居然现在传出了买气暴增百分百 新闻网是独漏什么了吗 中间发生什么事 当然还要带您看见号称是 乐观看待2017房市的五大乐观理由 感谢真 一历一修已经上路了 在这个背后 你以为这个新法 他会照顾广大的劳工 居然这么一批人 他们真要哭哭了 因为依法礼拜六要来上班 他们是谁呢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 劳团代表林博依 博依来到现场 告诉我们 当时一历一修在审的时候 大家担心念字在字 藏在这四个字背后的魔鬼 都发生了 今天要带您关注你我的权益 一开始我要请亲黄 带我们来看到的习大大的穷台武剑 渐渐命中把心 渐渐逼了台湾2017 非得靠向中国是最后的终极 不得不的一个选项吗 没错 我们来看看 这个习大大的所谓的穷台武剑 它主要就是分军事 然后这个外交 然后以及在产业上面 对你有影响 首先我们先看到最新的 这个军事的状况 你看 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号 基本上是突破了第一岛链 这是首次突破第一岛链 而且是沿的这个部分 过了所谓的宫古海峡之后 很靠近我们台湾 你知道根据国防部说 这个所谓的辽宁号航母的群组 在七艘这个所谓的 不管是驱逐舰 护卫舰的包围之下 那它最靠近我们的航空识别区 距离范围竟然短到只有37公里而已 那不是拿望远镜这样看得到吗 没有错 你只要拿着军用望远镜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什么 看到它的船 这个气氛太诡异了 就在我们在show Christmas连续假期的时候 报纸先独家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西群 它说花莲的F-16空军基地 突然灯火通平 晚上要去夜航吗 奇怪 真的有状况了 对 没有错 但是在这个辽宁号的航空母舰之前 其实中国的军机 已经来接近台湾了 你看从11月25号开始 中国的军机已经靠近台湾周边的空域 然后12月10号也有 总共有6架这么的靠近台湾 就像你知道吗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 这个军机靠近我们的航空识别区的时候 理论上我们会发出讯息 询问对方的身份是什么 你知道对方来的讯息很有趣 他经常跟你说 大家都是自己人 没关系 摆明了我到你们家门前绕 我就是恫恶你 我知道你会升空 这些话也是有准备好的脚本 没错 那么这一些迹象 看在军事专家失效我的眼里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 他说这样子的航空母舰来了 军机也来的状况 他告诉你说 他们是要来熟悉这周边的状况 未来这样的现象只会多 不会减 轰炸机来了 航母也绕过来了 除此之外 徐大大射出穷台第三件又是什么呢 另外一件就是在外交上面 那就在这个辽宁号来的时候 这个圣多美及普林西比 与中国也完成了这个建交的过程 你看中国的外长王毅很开心的 跟着圣国的外交部长握手 握手的时候同时还说 这对中国跟对圣多美普林西比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在这个时候看在我们的眼里 当然会担心 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本来有很多人是期望说 美国会来保护台湾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你看川普喊出来的现在的状况 川普现在想的 都是怎么样让美国经济变得更好 他不是要把企业从中国拉回来 Made in USA吗 没有错 所以他有可能对亚洲的这些纷纷扰扰 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心思去烦恼 对于他要来保护你 基本上我们是要先打一个问号的 你在对比选前他跟日韩怎么校正 我要撤军从你的国家撤出来 所以说军事冷战 但是经济要热战 那么军事一冷战 就给了习大大射出武剑的机会了 没有错 而且在这个时候又传出另外一个消息 传出来什么呢 说我们现在对教廷梵蒂冈 以及对巴拿马的邦交 有可能会生变 然后你看民进党的前立委 林卓水怎么说的 他说圣多美籍普林西比这个重要性 还很小 对台湾真的有意义的邦交国 是梵蒂冈跟巴拿马 这两天梵蒂冈不是 相继都传出新闻 风声鹤唳不是吗 没有错 他们就说 中国跟梵蒂冈这个建交的日期 搞不好不会很久 所以当然大家这个时候就很紧张 但是现在更紧张的是谁呢 是谁 是台湾的产业 这就是另外一件 是要砍我们台厂的补贴 砍我们的关税优惠 什么意思 砍补贴 这个是新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工具机产业 过去出口到中国的时候 本来会有一个9.7%的关税 但是过去在ECFA的架构之下 这个关税是零 但是你去看看我们工具机 出口到中国的占比 我们工具机出口的占比里面 中国占了多少 中国占了31% 所以大陆市场吃很重 换句话说你刚刚提到了 叫做先收名单 先收清单里面 ECFA以前说会再缓 反正对不对 他给你零关税 大家就会缓 对 糟糕了 当时给你的糖果 现在变毒药了 当时给你的糖果 现在他也收回去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他占我们的工具机出口占比 他是最大的 那过去你看业界的人怎么说 他说过去我们的工具机厂商 是躺着转 你看这高明经济的负责人说 2012年的景气高峰前 业绩好到睡觉都能接单 所以当时的同业是一家一家 开新公司 大家卖的东西大同小异 只有什么不一样 只有logo不一样而已 所以千万这样讲 事情就严重了 工具机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这个毫无悬念 问题是你当时ECFA 给我零关税 你帮我纳入早收清单 现在你利用零关税 我不断的不断的输入到大陆 你学我的技术之后 你现在关税一口就把我涨了 将近10% 那台湾的工具机 拿什么去跟它拼搏呢 没有错 我们从台中到南头 这边有我们所谓的 引以为要的大渡山聚落 这个地方的工具机产业 过去是很发达的 多少隐形冠军 就在这60公里长的聚落带 过去大家很赚 但很赚的情况之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 人家在学你的技术 第二个 因为你过去好赚 所以你的技术层次提升的不多 在这两个因素之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很多的工具机小厂 如果短期内 没有办法跟上自动化这个潮流 你没有转型 没有升级 业界人士评估 未来几年这个状况 我们的工具机产业 搞不好会倒一半 各位 现在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空穴来风 这谁讲的 上营集团董事长 左董事长说的 他自己家大业大 他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的是中小型的 你如果没有跟着 upgrade你的技术的话 倒一半 没有错 然后你看另外一位 高明经济的负责人 他也讲 他说以前是好赚 是没有错 大家产品差异不大 唯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就只有logo不一样而已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大家怎样 拼价钱 台湾人自己杀台湾人 但是现在 你这种比较低阶产品技术 人家学走了 你现在人家再来跟你拼价格 你不但没有价格的优势 你连这个关税上的优惠 都被取消了 所以他怎么说 他说拼到最后 我跟你讲 台湾人现在不但是不亏钱就好 而且很多是插了一旦 是等着有可能会倒 好 错 现在即刻就要亏钱了 谢谢亲王 为什么我这么说 一个人摊开保利西亚 杀到建股 台湾人杀台湾人 现在一口气 如果你要卖到大陆 就给你调高10%的关税 你要懂吗 蔡总经部要告诉我们 这都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最压轴这件 第五件 为什么可怕 直倒黄荣 让老板锁着空壳 把你的人才都挖走了 没有人才 台湾的产业 怎么升级 他拿什么来挖呢 你可以看 上个礼拜不是蒋上亿 蒋霸 出任中心的读董 虽然事先有跟张忠谋打过招呼 我们也相信 蒋上亿不会对不起台积电 但是你难保其他人 不会把技术给别的厂商吗 等一下 总共有的这几个人 还有什么其他人 梁梦松 对不对 以前台积电的研发处长 2009年 梁梦松投奔三星 三星还直接把专机梁梦松 再去的这个三星 这个大家有印象 他到三星 不是官司打了好几回 台积电告他不是吗 梁梦松不是一个人去 带着一组人 立刻把三星14奈米的制程基础给 提升了 对 后来还发现了三星14奈米制程的时程 比台积电还早 掉了高通的订单 等一下蔡总 我们现在说梁梦松 那是台积电和三星 跟中国穷台武剑什么关系呢 也有人传出 梁梦松现在已经离开了三星 很可能投降中心 连梁梦松中心都要挖 对啊 这样的话你看 以前梁梦松就是蒋上映的爱将 这下子会不会形成了一群人 投奔了中心 中心现在的这个业绩 跟我们台积电落差太多 但是给他挖走了人才了以后 偷显了一些关键的技术 他的产业生技 再过来更可怕的 华为全球第三大的手机 我们的宏达电 不知道已经排到哪一个地方 最近传出来了 他可能要来台湾挖脚了 你说的是 华为过去曾经也来这边探过路 那个都没什么好讲 你说这最近就在农历年前这个关头 有人说这一挖 疫情人就跳槽到华为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在网路po出来 华为的新资单 有人说华为硕士毕业 年薪就20万的人民币 台币就100万 工作满两年就能参加婚童 可怕再婚童 他们说在华为的薪水只是零花 对 婚红才是重点 一婚了以后年薪40万 台币200万 是 这个在华为稀松平常 所以今天华为到台湾挖脚 不是狼来了 这批狼真的带着优渥的薪资单 要来挖脚了 而且这次华为锁定台湾高阶笔电的人才 一挖走了以后 是 红机滑溯 立刻受到了威胁 对 但是你看 你到跨海投奔对岸的时候 比如说华为的年薪百万 人民币 那就台币500万 看到银行的存折 多了那么多 你数到什么样 手会软 数到手抽筋 好 回过头来我们就想 你讲到华为 这对岸代表人在贪 还有他们的事情好像有什么地带 现在要挖人过去 我们请蔡总 当然我们来看看 已经过去的台湾年轻人在那边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就在华为的屋檐下 对 天底下没有白色的午餐 就台湾人 30岁 研花相关部门的主管 是 年薪200万台币 年纪轻轻 30% 在台湾领30k 在那边领200万 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工作的内容 上个月跑了7个城市 每个城市待了好几天 做业务做活动 每天晚上一定10点才下班 那个肝药够新鲜才有的磨 不是最后的 有时候12点下班 一看 灯火通明 还很多同事在加班 华为的大楼 24小时一进亮着灯 还有一个2012实验室 什么是2012实验室 认证会就看了有一部电 不是2012 世界末日 对 立刻危机意识 产业发生巨大的变化 华为会不会倒下来 所以这个实验室 我告诉你 他每天不断的24小时 都是开着灯 不断的工作 对 一定走在前面 我把事情想到了最糟 天都要塌下来 这个实验室 能做什么 这就是狼 对 而且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变成怎么样 你看 你不是对外而已 你在华为的内部 比如说 郑的这个部门 每隔三四年 一定会改组一次 你要领这么高薪 你要有狼的个性 你要会斗争 最激烈的厮杀 杀到剑谷 其实在华为里面 狼群里面 大狼小狼 老狼小狼一起斗 对 所以郑就说 我要领这个高薪 能怎么样 是 干赢他们 对 所以你要承受这个 内部的压力 为了生存 你什么都做 华为 敢在农历年前 传出这个消息 带着优渥的薪资单 要来台大举挖角的时候 不要只看到30岁的John 那个200万年轻 大家在老嘴哪个 你有那个资料 拿那些钱吗 当年风风光光 他也不是第一个 钱扑后继过去 那些人后来怎么了 2011年的时候 三三观念 不是挖走了金殿108条好汉 这件事情 那东西你怕不怕是 给的很大方 你在台湾里100万台币 我就付你100万人民币 那不就五倍吗 去不去 一百年空白都去 但是他签约 他不是笨 他签约很聪明 跟你签三年 签就跟他签 三年满了 满了再签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三南关店 以前怎么跟我们今天怎么比 你看过了三年以后 2015年的话 你看他的营收只有7亿多 我们是255亿 2016 他已经变了9亿了 2017到10亿 一直把这个什么 他的差距缩小 吸你的两分 学你的技术 三南就显入 你们这100个 08个人 没有新的技术 不细聘 这不就是抽取式卫生纸的概念吗 好 其中有些人就说 回来金店 对不对 但是金店的国内的条款说 你当时选择背叛 对 永不录用 你背叛我仔先 不要乖我现在没钱 你没有回头路了 那你要他们怎么办 现在他们呢 你知道在中国 形成一个流浪的研花团 对 怎么流浪呢 他不敢再去大陆的厂 我怕又被再利用一次了 你的RD不是另属于某一家公司 领固定的薪水吗 我现在用接案子的 我帮你 雷金厂 调教你的良率 你的良率有六成的话 我就收钱 所以四处接案子 变成了游牧民族 但是一年当中 我们知道LED 有一个淡季旺季 第三季就是旺季 但是一二季呢 没事情做 没事情做 都像游牧民族 跑道啊 内蒙古啊 这个地方到处晃 聽蔡总这么说 整个人 有高度专业的RD人员 过去是乘以五倍薪水 给你蹲聘过去 现在变成沦落四处 打零工接单 这就是他们现在的真实写照 再来 今天房市的风 我们要给大家看到 明德给我们带来的是 有高达七成 七成的营建业的代表 他们其实对未来半年的 房市的景气 其实是持审慎 比较保守的看待 可能没这么好 奇怪了 我们常常脑袋在打架 居然还有另外五个 乐观的理由 看待2017 哪个真的哪个假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台积院公布的最新报告 今年的房市已经够冷了 可是明年至少上半年 我认为可能还会更冷 因为现在营造业的状况 不是很好 11月份 营建业的景气是创下 7个月来的新低 已经比上个月 再连续两个月下滑了 这也是今年4月以来最低点的表现 新北市最新的公告地价 也出现了停滞的现象 大家讲到新北市的帝王 第一个联想到 应该就是在新版特区 没有错 新北市的房市交易量 其实今年还是下跌了蛮多的 下跌了一成以上 最新公告的土地限制 也反映出了市场行情也很冷 比去年大概平均是下跌了 约0.37个百分点 下跌一点点 但是它已经终止了 连续14年来公告地价限值 都在上涨的现况 明乐讲到这个 这真的是一个警讯 跟台北一样 这个是新北的曼哈顿 最好的地方 你看终止2003年来 连续14年就在这里嘎然而止 它下修了0.37个百分点 而且它是因为量缩 价跌的概念 是 但是现在可能 还有很多新版特区的屋主 都还在撑 我们还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在新北的淡黄区的帝王 是谁呢 又是他的版信商业银行 双子星总部大楼 他已经8度蝉联帝王宝座 换算下来 每平方公尺74.9万 每平还是蛮贵的 每平还是高达247万 比前一年的大概跌了3.6% 其实这个3.6% 也蛮符合整个板桥地区 这一年来的价格的跌幅 大概也都在5%以内 5%上下左右 但是这是平均 豪宅的跌幅可能就更大了 明了说的这是帝王 3.6%你可能觉得 又不会伤筋动骨 动不动就是9万块钱 9万块钱是什么概念 你换到一般房子 那就已经伤筋动骨 杀到骨子里去了 9万块钱换到一般房价 可能一平就是砍个一成左右 事实的状况真的是如此 你看在帝王都已经出现了 价格松动 帝王周边这些指标性的豪宅 其实今年在实价登陆上的价格 也很明显看到 出现了稍微崩盘的情况 我们特别抓了3个例子 带大家来了解 这个是联合晚报在5月份 整理出来的资料 因为豪宅它平数大总价高 它本来它的交易量就很少 而且在房市翻转之后 这种比较大面积 比较高总价的 其实就不好卖 对 可是它是一个指标 你想想看 高总价的指标性豪宅 我价格都松动了 那一般的中低平数的 是不是马上都会跟着跳出 我们要来观察一下 就一层压一层压下来了 对 没有错 我们来看这个压下来的情况 到底有多重 这个新版特区三大指标建案 乔X 我们先来看这个 它在去年的最高单价 很夸张 最高单价还有一瓶90.7万 曾经有的行情 最新公布出来 在上半年的实价登陆的价格是多少 已经砍到了一瓶72万 这交易时间是在去年底 那可能今年的4月份 我们查到 4月份还有一笔 最新的实价登陆 砍最多4月份实价登陆 剩下一瓶48万 你如果跟这个最高 这个48万我觉得 90.7相比砍了快5折 我想到这应该是特例 不过里面出现什么大事 我们不知道 不通话说 但是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可以 90到72 这个是这么指标的一个案子 已经打8折了 对 我们不要说48那可能是特例 但是其他呢 这是不是也都是特例呢 这样的降幅 是不是也合理呢 另外一个在新版特区的指标建案 副叉叉底 它交易时间是在今年的3月份 实价登陆的价格是1瓶69万 可是你看它跟去年的价格 1瓶84万相比 它其实降价的幅度也有接近18%了 另外一个东叉叉玉也是 你看盖得这么漂亮的豪宅型的大楼 去年的最高平价是1瓶83.7万 结果在去年10月份价格 就已经开始松动了 最新的实价登陆价格 已经跌落到7字头 所以现在新版特区的豪宅的平均单价 大概已经从9字头8字头 一路的达到7字头左右 明乐今天在新闻网上 给大家康康 多少不要听担保了 为什么 我们给大家挑出 都是在新版特区 最好的地方的 最好的建案代表之一 特别是这个 我再跟大家报告一次 9字头 几乎就是广义的百万俱乐部 在深呼吸就蹬上去了 结果现在离百万越离越远 那现在你刚好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天花板压下来 越压越下面 那几乎所有的屋主 大家都要抓到这个警讯 你不要在那边死撑硬撑了 是豪宅的屋主 他当然手头上的资金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你看这三个豪宅的案子 他的总价都是五六千万的 所以他当然会急着脱手 尤其他都是高坪数 这全部都是100坪以上的大案子 所以你会感觉到 他的降价幅度好像比较高 可是现在在新版特区 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现象 就是高总价的豪宅 他砍价 溢价的幅度空间比较大 但是大概介于1000万 到3000万以下的房子 现在价格还是蛮硬的 因为好多的屋主 他们都还在硬撑 那不是你说 似食物者为俊杰 他不知道豪宅都已经卖不动了吗 但是这一些 就比较差不多30坪到40坪左右 这一些投资客 或是屋主也好 他们觉得 我现在价格的松动空间 我可能还可以再撑一下下 他资金压力没有那么大 你如果是五年前买的 我现在算一算 我一年叠价一成 我还是赚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豪宅 这样出现这样的破盘价 如果照你这么硬撑 撑到后来 怎么样他都赢 下场是什么 我们都看谁比较会撑 我们有两个例子跟大家讲 一个例子是 有一个赖姓的房产专家 他在他最新的专栏说 他前一阵子陪朋友去看 新版特区的房子 他不是看豪宅 他看一般的住宅 看一坪21坪的一个房子 这个屋主他也很用心 装潢得很漂亮 浓浓的美式风格 全部都是用原木的建材 简约大方 而且还设计了脚踏车架 让你坐在这边可以慢活 可以骑脚踏车去运动 但是这个屋主 开价就很硬了 同一个社区 这个赖姓房产专家说 同一个社区 其他人卖多少 1500万 但这个屋主 他觉得他的装潢 品位相当独到 所以他说 没有1700万 我不卖 他们两个走进去 都觉得这房子很棒 很想买 听到价格 马上就打退堂股 所以你看 屋主还是很硬 人家硬有硬的道理 房子这样 装潢得美一美 很美式风 乡村风 还可以让你骑脚踏车 那整个feel是很对的 但是 这个应该吓跑了很多 看屋的客人 绝对吓跑很多看屋的人 因为房仲说 这个卖家 他这个房子 已经卖了两年 他宁可空在那边 我偶尔来住一住 反正我现在手上 还没有那么重的资金压力 我就放在这个地方 死都不肯降价 所以我要跟观众朋友 碰到这种 如果他没有达到你心里 可以接受的房价范围 没有关系 我们转身就走 我不怕 我不怕买不到我合理的价位 你看周边1500 我为什么要买1700 我是冤大头 而且转身那个动作要摔掉 一定要转身 你现在一定要把这个 买方市场的版材摆出来 是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就真的杀价成功了 说说看 他是买在新版特区的哪里 地段很好 大圆摆旁边巷子里 四年的房子 但是你知道吗 他也蛮会杀价 他从8折开始砍 最后是一瓶60万 真的让他成交了 大概是打了85折左右的价格 所以很会直接就8折砍出去 人家房子这么新 没有人住过 对 所以这就是要看你杀价功力 还有 当然也是要看一点运气 他刚好碰到一个投资客 所以他摆明了 摸清了屋主的底 手头比较紧 他有资金上的压力 因为那个房子 这个是空两年 他那个房子空了四年了 投资客很怕 接下来还会继续跌 好啦85折我认了 我就直接卖给你 好 谢谢明乐 这个实在是给想买房子的人 我觉得 适当的时间 你稍稍稍稍 他两年宽泄期过了 现在房贷的 压力就来了 痛苦死了 来 十位跟我们说说看 我们看到了 新北曼哈顿最好的地方 他开始调降他的这个土地 公告欠值 我们讲买房子 常常讲说 买面包 买面粉 面粉再调降了 2017的房市 是不是还要再下修 在很多地方 不只是新版地区 问题房价都在自己 都以为自己是帅哥 就像我认为自己的金城武一样 可是事实上不是金城武 我们讲说那个双子庆 他的地站这么高 对不对 结果他隔壁 有一个超级大的饭店 挡住他的所有的视野 所以那个屋主开始哭哭的说 我本来我觉得我们家很值钱 在那个新版第一盘 结果我唯一的窗景 这边跟这边 全部都是饭店 所以以后变成饭店偷窥第一盘 那你说他值不值钱 自己心里有数 再来你讲那个桥叉 桥叉叫做三面楚歌 不是四面 是三面楚歌 因为他一 二 三 全部都是人家邻居的房子 你去看就知道 进去那里面 那个压迫感是高的 所以比如说你最后一面才能成交 那你就看一下说 他今年 2016年他到底成交了多少 他有几十户在转售 可是大概成交只有零星不到实惠 也就是说自入客都知道 房价不是叠价的问题 而是房子我们不要了 李老师 我们看到了整个公告限制 往下修的情况下 2017的房市是不是还有得降了 我们大家买房子的人 多看多比较 2017的房价在修正的过程 是必然的趋势 但是也不如像刚才我们十位讲的 那个乔叉 那个乔叉 我进去恩赐 那里面真的是 这个新版特区的一个 非常好的豪宅 你看那个五楼一整层 一千多平的这个公设 小孩子回家 从上补习班 跳舞 画画什么班 全部在里面 一次搞定 你都不用再出门了 所以那个房子有它的价值 那很多户 而且现在的入住率 已经到了六七成 所以那屋主不降价也是必然 哇 才六七成 哇 已经交屋了 八年了耶 现在哪那么多人花得起 这种钱买那种大户数的 没有 你继续看看 真的 他那个是三面子鸽房 那一老师你继续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个东西 它其实没有急迫的一个 这个压力要卖掉它 但是如果你有财务上压力的人 你势必要面对 现在的市场的状况 对 那我认为明年这个房价的 一个修正的幅度 这个约略在5到10% 我看也是跑不掉的事情 在5到10% 大家做点参考 来 继续呢 明年要带我们来看看 我说新闻王 每天在讨论那个房市 在追踪那个什么捷运宅 我看这下新闻漏大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和市 美和市我们常为他 买气捏一把冷汗 结果 什么号称史上最难卖 结果人买气 暴增百分百 发现什么问题了 真的是暴增百分百吗 我看到有人下这个标题 我真的快要笑死了 为什么 是暴增一倍 其实是因为 他上一次 美和市把他的这个房子 拿出来标托的时候 上一次只标出去了一户 结果昨天标托了两户 所以大家说 好棒 买气成长了一倍 从卖出去一户 变成卖出去两户 支析比较低 两户加一户 百分百 是这样出来 这其实是有点在 那还是难卖 其实是有点在嘲讽 台北市捷运局 就是刚刚死卫讲的 你是不是真的把自己 当金城武 因为大家要清楚 美和市拿出来标托这个 不是一般的纯住宅 他标托的那个大楼 是住商混合的 那他拿出来标售72户 他主要都是让你做 一般事务所 简单来讲 这个地方卖了 是让你来当办公室 不是让你来当住家的 而且他坪数又很小 平均大概都只有十几坪而已 你说你如果员工 有二三十个人 你去挤那个十几坪的办公室 有可能吗 再说他的地点好了 你如果说要把那边 当成一个住宅 也许还算合适 但是我有必要 要在这个地方 小壁潭捷运站 还是一个支线 又远离台北市都心 我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特别买一个办公室吗 当然价格也是一个 蛮关键的原因 他这一次的标价 大概是在420几万 到1700万左右 他跟上一次拿出来标价比 其实他是没有什么砍价 这样你哪来的诚意 你诚意要端出来 不愿意降价 你今天要把皇上迎进你的公理 你要拿诚意出来 你搞半天掛高高的 我买不起 美和氏对很多人来讲 要来住就不太合适了 他还有很多缺点 所以我觉得要很难标拖 是很正常 他今年拿出来标了5次 结果总共只标拖 大概10户左右 你知道吗 随便查都知道 台北市捷運局手上 还有快要400户的美和氏 如果我每一次都很难标 每一次我可能最后 都得要降价來标拖 我现在进去买 我不是笨蛋嗎 其实我觉得 官员应该来看一下新闻王 你就这样一点点 买气就吹出来了 他可能真的要打九折九折再九折 大老师 名字架整Q 人家讲说不出的痛苦 是 当初是用权力变换去换算比例的 比如说台北市政府 这一块地 让这个建商盖對不對 对 换算回来 比如说是30亿的 这个我要拿回来 那一瓶换算是多少瓶的单价 对不对 那你现在30亿换回来 你又给他拿去买 买买买20亿 给他送入市库 你觉得这些人会被抬逃 你知道他压力多大吗 压力很大 他宁可拍不出去 他也不能让他降价 变成当初是权力变换 拿30亿回来 现在变成只有20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两难 但是你政府要面对这件事实 你要房价下修 你那边慢慢拍慢慢拍 你就是不希望房市很快的做一个修正 我觉得这是一种冷地 然后那是凌迟 而且它又是一个办公室 它是一个小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一般事务所 台北市府拿出一些 这个是什么 这个 人家说四雅何须大 有花自然香 我不一定要大瓶数 小的也很好 然后在那个位置那么好 你怎么样去把新店的工业区 除了ABC 两个ABC以外 拉出一个北市府的ABC 你让他有价值 人家就会进来 好 四位 刚刚老师讲到的这个MEGA 你可以看到 手上好多捷运宅 他刚刚讲的压力慢压多大 美和氏 南方之星 北方之星 今天动辄得救 今天他如果带头杀 有量 我们拍拍手 可是他就把附近location的行情 往下带了 政府带头 其实因为美和氏 当初预售之前 他的政府无辜的价格 就跟他预售价格差不多 甚至来更低 就是一瓶25到35万 跟现在的市价离非常的遥远 我预估 政府官员是有压抑的 因为如果他今天把美和氏 真的拿30万来卖 对不起 他一定超过他当年的预估价格 所以绝对没有问题 你不要讲说什么 贪图别人那种事情 而是说美和氏整个社区都要沸腾 整个新店的立委 议员都要沸腾 说你让我家的房价下跌 你这个政府该让合罪之类的 因为今天政府标策是有新闻的 你只要任何成交 你看成交个两户 就马上被人家嘲讽 所以每个两倍这样 那问题是如果今天 美和氏今天一瓶只剩30万 整个新店是不是要崩 就要哭死 那的确30万可能会卖得掉 因为一般事务所人家不要住 人家没办法住 所以30万可能买得下去 或他愿意担那个风险 政府如果带头消掉是好事 可是不要忘记 上次这个社区不是也要设狗门 社会住宅 合一就是出租的跟自住户 要把它隔走 分开两个世界 对啊 一般事务所一瓶30万 不会影响到附近的房价 那个地方的一般事务所 根本影响不了那边的住户的房价 他其实应该主动降价了 所以对不对 你今天没有主动降价的话 实在是你要怪谁 对 你是厂办 你是一般事务所 你凭什么卖他一瓶50万 所以我期望 一粒一休23号正式上路了 居然有这样的劳工朋友等不到 这个应该可以照顾更多劳工的心法 提着新鲜的肝 他就倒在他的工作岗位上 一条宝贵的生命 回来我们要带您看到 一粒一休四个字背后 躲在暗黑里的好几只魔鬼 不要走开 回到现场我们来看看 2017房市会好还是不好 我手上有一个五大乐观理由 他说桃园机场捷运要通车 台北市高级住宅房屋税要调降 双北公共土地的公告限制下跌 刚刚讨论过 交易量持平慢慢的维生 最后一点是我要讲的 都庚重建树光 其实都庚来讲还是很难推 但亲皇要告诉我们 政府真的有在动了 因为拼内需你要交成绩端出来 现在都庚竟然难推 拐一个小弯 我开始搞老屋重建 那是整片的不好搞 我就单点突破 搞老屋快一点 我们是不是应该高兴 火水要进来了 这个要先等一下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政府未来要拼经济 推出了这所谓老屋重建奖励的 这个草案 那么这个草案里面 规定的哪一些呢 他因为希望你们大家 可以来参加这个老屋重建 所以他给你容积率的奖励 给你建并率的奖励 也甚至给你租税上的奖励 很好 很利多 听起来很好 对不对 那他的试用范围是哪一些呢 本来一开始是要针对 30年以上的老旧建物 而且必须要经过耐政评估 说你要重建的 但是政府希望拼经济 希望扩大适用对象 所以现在拉高到 40年以上的老旧建物 而且不管你有电梯没电梯 通通是他的适用范围 衰退 他的适用范围拉大了 而且我觉得 其实房屋税减半 如果你房子盖好新房子 你不移转 你不卖出去 你不顾的话 你可以一直用到 就一直用下去了 其实这个诱因是很够的 很优惠 对不对 但他的适用对象有数十万户 但是问题在哪里 在哪里 这数十万户到底有几户愿意呢 因为老屋更新 有很多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比如说你看看这个木柵 他家的屋龄已经39年的邱先生 这个邱先生怎么说呢 他家是在公寓的顶楼 那顶楼他是继承围建 上面有那个围建的部分 他给他隔房间出租收租嘛 既得利益者 现在在爽爽当包租公的 对 他现在在当包租公 所以他怎么会有意愿参与改建呢 所以一旦他不同意的话 他们整栋都不要想老屋停建 就卡住了嘛 那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呢 你看看 住在永和的张小姐 他家在永和的顶溪 虽然是屋龄30几年老房子 那我们也知道 永和有很多的房子 巷道很窄 可是人家说他已经住得很习惯了 你要我搬家 我还要去找租的房子很麻烦嘛 所以他说就算你有奖励 我也不想申请都更 又一个反对票 一票就卡全部了 没错 那再看另外一个陈先生 他讲得更直接了 他说他不在乎奖励 他只是觉得半都更很麻烦嘛 如果建商要协助 住户又不用出钱 可以喔 可是他想了想 左邻右侧这么多人都要参与 大家都要同意才可以 太麻烦了 所以他说他也没什么意愿 援助户不出钱 就可以有新房子 哪有你要报名 我也要来去 好 谢谢清皇 十位 说说看 看起来这个 拼内需市场的利多 还蛮诱惑人的 怎么说起来 没什么希望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 正位 专位特定人士 打造良生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是居高位者 我是官员的好朋友 没有 我家希望要改建了 然后刚好我们这种大佬 是我家的 通通都谈好了 一二三四五的 都是我们家自己的 兄弟姐妹的 于是刚好政府给我个奖励 我马上换新的 你家的社区 跟我们家的很难 如果说这都 左邻右侧 哪有可能说一家会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政府真的不要 把人民当白痴 任何一户只要不愿意 我家刚装修 花50万装修 你要不要给我钱 要不然我不愿意改建 对不对 所以不管今天是老屋改建 还是都市更新 老屋改建给的是1.3的奖励 那好啦 30%容积 跟50%容积 你会选哪一个 或者 当然是50 那你推30干什么 不就是为了特定人士的吗 就不要把人民当白痴 然后还有就是说 都市更新的问题是在于贪心 因为政府 新的政府 下一个政府 一直想说要用更多的萝卜 来希望把它跑快一点 可是问题是每次给一次萝卜 都市更新就再死一次 唯一的方法只能把萝卜取消 这个都市更新才能够成立 要是会这样吗 我觉得这想法是很好 我们常说这个行动的 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 这个是想法的巨人 但执行的侏儒 因为他要百分之百 老屋重建 要百分之百同意 这一条就框死了 就是死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都庚百分之百要同意 都不可能了 这重建怎么百分之百 况且他的奖励比例只有1.3 最高到1.4 那我为什么要走重建呢 所以这只是多了一个选项 但是这个选项 并没有带来更好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觉得他会胎死腹中 好 再来蔡总要带我们看进 跟你我都有关系的 一粒一休 23号已经正式上路了 历史性的一刻 可是蔡总 一个一个一个细节 跟混乱的状况才出来 我本来以为这个新法 可以照顾广大的劳工朋友 没有想到有人要哭哭了 却因为这个新法 他被迫得依法 礼拜六要来上班 对 准备不足 仓促 时事 你来看一下 邮局 邮局 现在立假日不能动 休息日 我本来休息日是礼拜六 我礼拜六 礼拜天可以联休 我现在改成平常的时间去休息 那会造成什么情况 邮局打算全台湾287间 礼拜六还有营业半天的邮局 改成全天 但是呢 数量不要那么多 只剩一半 140家 但是这140间的邮局的员工 哇 现在哭哭了 为什么 现在的员工希望 邮局还是维持半天 然后呢 你要我礼拜六来上班的话 再给加班会 这要跟邮局的老门话 爬拉肯了 要不然我本来讲难听一点 我以前还没有修法之前 我上半天对不对 好歹有一天半的连续 现在我变成典放 你一定会跟人说 这是邮局员工的问题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有啊 你现在本来礼拜六礼拜天 取消这个现挂信件的投地的话 你有需要 那你现在以前就是25块 现在你要投地一年365天 全年无休的快捷 要80到140块 比以前的话 一个便当就不见了 我跟你说真的是 你要人家休假 叫人家来 本来就应该发加班费 可是羊毛除在羊身上 我要你寄一个包裹 你就得多花钱 好再过来看一下 一个修班表 这是台铁站务人员 台铁除了司机 跟列车厂以外 有特殊的休假 大概一半以上的员工 都是按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天你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 工作12个小时 第二天你就是睡12个小时 那等于第二天的8点到第三天的 早上8点变成了夜班 是 日班变夜班 那身体不会打乱吗 那这样不断的循环 我们看一下 这会产生什么问题 没有一天是24小时完整的休息 没有嘛 企业的支离破碎的 每三天 你要不要调一下时差 要啊 人家工作的时候你睡觉 你睡觉的时候别人工作 都在调时差 送补棉 蔡总你讲到这个东西 我就要说 好你家在有这个一粒一休 为什么 这个是现况 台铁的险害 我们关心过好几次 还有那个隧道一半 自己会摇起来 叫你起床的那种床 有没有 大家都说明他们的险害 所以这些呢 一粒一休之后 都不复存在 不是很好吗 好 那你要补人 你人根本不够啊 你是把人当成这样来循环 是 所以你假如若是一粒一休的话 台铁要出现2500人庞大的缺口 这个缺口是六分之一的人力 台铁怎么可能 好 那你要把我抄得四 所以现在员工说不排除 榮丽春节马上到了 是 我们都要搭台铁 警告性的罢工 所以你不能说 扛得高高的一粒一休 有保障我的权益 人先补齐 补不起 对不起 就没有那么多人去开火车了 对 这些有一个驾驶员阿诺 他平常他的工作 就是从七堵到这个彰化 工作12个小时 那一样按照我们这个排班的话 他隔天的6点 马上又要开火车 火车的时候 结果他不能回家睡 他是睡在这个七堵 所以他的老婆说 我们家是类单亲 有爸爸跟没爸爸一样 小孩子小时候都不记住 爸爸是长什么样子 听到这个地方蔡总 23号才上路的这个新法 说到这条我真的很厉害 他为什么 就没有等到这个法通过来保护他 保障他 这一个辛苦的公车司机 就这样爬在驾驶盘上 再也没有回来了 这是台中一名47岁 科运的郑姓司机 上个月中旬的时候 他开车回去总部的时候 在驾驶座上 居然吐血 陷入了昏迷 立刻紧急送医 但是很可惜 这个半个月之后 还是宣告了不治 是 那出事之前 其实这个郑司机 已经流皮鞋 然后脱下帽子 平平的这个插连 其实这已经说明 他的身体状况 已经有附和了 那大家听到这里就问说 是因为排班的关系 还是自己身体就不好 没有啊 我们来看 他本来是在另外一家的 大型的客运 每个月只能排班修四天 那今年转到现在的这家客运 每个月可以排修八天 那很好 但是你每个月的工时 还是很长 所以他要理他说 爸爸每天晚上 大概你看 都十一二点才回家 休息的时间很少 所以现在振兴司机 就跟这客运公司有争执 客运公司的说法是说 他每天六点去开车 出事的时候 晚间七点左右 所以他有这个休息 三到四个小时 没有超市 那中区的治安中心 就把振兴司机的出勤表 最近六个月要把它掉出来 掉出来才会正向大白 好 谢谢蔡总 就是说我多给你四天修 一个月我依法就是给你修八天 但是每天工作时间就拉长 就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 今天劳团代表薄宜来到现场 一例一休上路了 对我们来讲绝对是一个里程碑 在这个一例一休四个字的背后 来帮我们抓鬼吧 我觉得要就是真的是 刚刚的这个例子就是很鲜明的 其实我们的法令在实际 尤其是劳工的法令 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劳工 其实他是未必能够 受到法律的保障 更不用说 所谓这次一例一休的修法 其实他对于劳工 并没有真的增加什么保障 他宣称的这个加班费 其实是就有的 其实礼拜六就应该要给予的 然后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谈到 他把七天的国定假日 给删除掉这件事情 像26号就是前几天 很多的劳工今年至少26号 因为25号是礼拜天要放假 所以26号可以补假 这样的假明年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最基本的休息权益 其实在所谓一例一休的帽子下 其实反而是被侵蚀掉 更不要说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 尽管说有加班费好了 很多的这个企业的人资部门 他们开始都在进行上课 为什么 开始有一些甚至是劳动部的前官员 退休以后来这边授课说 教你怎么来规避劳动检查 等一下 就是本来你是负责夜管的官员 退休之后 反而去教资方怎么规避检查 因为他们最了解说 劳检怎么进行 当然其实这个是有点违背 所谓的旋转门条款利益违避了 但是我们政府 其实也没什么在管子 这种人资课程 而且费用都还很贵 他们有什么方法教你规避 劳动检查是我们最后的依赖 表象上他当然都是说 一切都是他不会教 所谓的违法的方式 但其实事情 都有很多的模糊地带 像我们今天谈到说 这个休息日到底要在什么时候 的确表面上 传统都是礼拜六休息日 然后礼拜天是例假日 但所谓的休息日 的确是可以用约定的 雇主在职场上面 他一个约给你说 休息日约定在礼拜三 那就会变成是说 你礼拜三反正也一定会来上班 所以其实你的周休二日 还是无法实现 礼拜六因为是变成是 平常的工作日 还是要继续工作 所以你还是周休一日而已 但是你有加班费 有所谓的加班费 如果能够拿得到 当然是好事 但在现实中 我们其实台湾劳工都知道 不要说这个周末加班 平日晚上加班 多少劳工 都在所谓假的责任制的 明目下面 有这个例子吗 我可以先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 在这个一立休十四之后 我们工会 因为是高教工会 我们就知道台北有名的 私立大专院校 因为大专院校里面 也有很多是 適用劳基法的编织外人员 大专院校就开始要求劳工 他们的这个 例如说 一立休原本有一个配套 叫做增加特休假 表面上特休假增加了 但是学校开始要求说 以后你的病假或者私假 必须要用特休来请 不然的话 他就要按照劳基法来做 劳基法的劳工减价规则说 病假私假可以扣半薪 病假可以扣半薪 因为在过去其实很多职场 因为病假已经是一个人 比较例外的状态 是不会有扣薪的 但结果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用最低标准的 劳基法其实最低标准 然后来说要扣薪 除此之外 我们还看到说 例如说邮差 刚刚有谈到邮差 其实从去年开始 就很多的邮差在投诉 他们的这一个 所谓的出勤记录表 有被造假的状况 那个是直接到卡片咔嚓一下 哪有什么造不造假 他们有的是用签到的 所以说 例如说 他们就提出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中午的时候 其实邮差都还是要送信 挂号 我们在中午的时候 很多工厂好像中午 还收到信 但结果 因为劳基法有所谓的 4小时要休息30分钟 所以邮局的公司 都要求他们说 中午不能够登记为出勤的时间 要假装是休息的时间 所以就这些签到上面写的 跟实际上 他的工作状况不同 那很多公司 好像也是这样子 不只是邮差 例如说我们陈志伟说 为了规避劳检 要大家例如说 5点半的时候 就要打卡 假装下班 但是假了班以后 是你回来继续 还没做完的工作 继续做到完为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劳检来看 表面上一切合法 但是实际上 劳工 其实还是在血汗劳动 还有更多 规避劳检的方法 我们说的都 一粒一休 发生之后 上路之后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好 等一下回来 薄宜继续说给你听 原来一粒一休 才上路几天而已 照薄宜的讲法 资方已经开始起胆脏了 就连加班费 都可能让你看得到吃不到 这真的是 其实在台湾的劳工 都了解这是很普遍的问题 就是说 加班费 其实是表面上 法律上讲有的 但是因为他透过说 作假这一个出勤记录表 或者说 尽管他甚至也都不做 因为劳检林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力 可以来检查 很少企业被检查到 假设你真的被检查到 开罚 说真的罚的钱 如果他是个大企业 人班 对 2万块 然后说真的 对他来讲不痛不痒 甚至我们都听过 还可以透过找民意代表去施压 削这个罚单的 还可以戳单的 真的 就是因为他在开罚 他不是马上开罚 他是送回劳工局 去讨论要不要开罚 是 那个时候 你民意代表进去 劳工局都会说 先警告就好了 而且我们甚至还有讲说